我們看這題 這題的話是一個指點 它的位置跟時間的關係 往東為正 那麼他問說 若以東方為正 設T1時 它的那個順時速度是V1 T1它的順時速度就是這一點的切線協力 這一點的切線協力 切線協力是V1 T1時的順時速度 是這一點的切線協力 這是V2 那麼他問說 那T1到T2間的平均速度是V 平均速度就是什麼 就通過這兩點的割線協力 這是V 這是V1 這是V2 然後他割線 通過這兩點的割線協力 這是V B 那麼他問說 下列係數何者正確 我們看A選項 A選項 A選項 他說 速度V應該是負子 錯了 這協力是正的 就是說 時間越來越大的話 他X就越來越大 速度是正的 不是負的 好 V V的話 他說 速度V2的大小 因大於V1的大小 錯了 V2比較緩和 V1比較陡 比較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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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他單位時間 他的位移比較大 所以速度比較大 速度比較大 速度比較小 好 照我們看C選項 C選項 C選項的話 他是說 V1 是等於 2分之V1加V2 這個也不對 除非 這個是拋物線 那這個顯然是隨便畫的 這個是等加速度運動才有的特性 這不對 不一定 因為這個不是拋物線 再看第一選項 該物體具有的加速度方向向C 這個對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那個速度越來越小 速度越來越小的話 德塔V1 他就小0 他除以德塔T也是小0 這個是加速度 事實上是平均交度 你時間要選很短的話 才是順平交度 不過我們從這裡可以看的話 他交度是小0 小0代表向C為什麼 因為往東為正 所以D選項是對的 所以大家應該選D 好多的